兩名美國高級官員說 北韓可能距離有能力使用核彈襲擊美國 只是有數個月的時間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蓬佩奧 星期四在華盛頓一次論壇會議上說 他對來自北韓不斷增加的威脅 以及可能在東亞引發核軍備競賽 深感擔憂 蓬佩奧在被問到 平壤尋求獲得可以襲擊美國目標的 導彈技術時說 美國應該表現得好像 我們自己在著手實現這些目標一樣 有緊迫感 他補充說 目前他們一直在尋求這個目標 現在是考慮你如何阻止他們最後一步的時候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麥克馬斯特將軍星期四稍後說 華盛頓正在加緊動用軍事力量以外的手段 來解決目前的局勢 麥克馬斯特在同一個場合說 美國還有時間 但是我們的時間快用完了 承認和威脅是不可以接受的 蓬佩奧和麥克馬斯特作出這些表態之際 美國和北韓之間的緊張局勢 在平壤上個月進行最後一次 亦是他們第六次的核試驗 以及一再試射情報官員認為是中程 和遠端彈道導彈之後持續升高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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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字幕 李宗盛 國間 李宗盛 2度假的